综合台媒报道 民进党桃园市长选举布局 日前出现戏剧性变化 原参选人林志坚12号宣布退选 由民进党桃园市区域民代郑运鹏接棒参选 台湾大学判定林志坚论文抄袭 重创民进党在桃园市的选情 林志坚主动退选虽有止血效果 但对一路力挺林志坚的蔡英文和民进党选情 已造成不利影响 换监之后桃园选情进入新阶段 但换上郑运鹏不是没有隐忧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参选人林涛指出 郑运鹏是桃园选出的民意代表 但过去跟在地议员几乎零互动 也从未与桃园市府搭配提出政策与愿景 能否称其母鸡一职还是可问好 此外郑运鹏的政商关系从政经验还没有被充分检验 在林志坚深陷论文抄袭争议之时 郑运鹏也多次公开出面为林志坚回护 被批走了一个抄袭的 又来了一个挺抄袭的 郑运鹏的护短行为也会将他和林志坚绑在一起 民进党明代何志伟坦言 无论是否有论文门 桃园选情都不容乐观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刘采薇指出 论文事件除了北部 连中南部年轻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厌恶感 即使换了替林志坚强辩的郑运鹏出马 也难以挽回年轻人失去的信心 国民党党内人士14号表示 民进党摔得不轻 势必卯卯足全力寻求复仇机会 蓝营必须更小心谨慎 蓝军在桃园必须调整方向 回到破话市政院景上来 要赶紧拿出实质性的证件 国民党党内人士表示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不是攻击型参选人 现在蓝军应该调整方向 按照既定步骤 提出市政白皮书 同时检讨现任民进党籍 桃园市长郑文灿跳票的政策 另外更重要的是 要在桃园的南北部 规划建立系统性组织 一起通力合作打赢选战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 张善政14号晚间 在脸书发表桃园政见 以科技航空开放 年轻团结 富足和自然 七字英文前缀 凑成桃园英文字 诉求打造智慧城市 科技核心 增加托育能量 公托人员待遇 让桃园成为科技领先 与幸福城市的代名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作词